日本辐射災区食品风暴扩大 299件产品违规 401件没有减出辐射 卫福部动作慢 好几拍隔魁震怒 说要惩处 卫福部立刻宣布奖惩 第一时间没有上报 负责基隆边境查验业务的黄信科长 已经被卫福部调离主管职 降为记政 至于督导的石耀署长江玉美 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冯润兰 都已经自行处分 两名基层人员查获后 立刻通报则是给予奖励 实际情况也会在人事考机委员会 做详细的审议 那我们要求他一周内要提报 不过立委林淑芬脸书爆料 涉案的泰冠等三家进口商 行文卫福部要求进口日本食品 不要减负官方产地证明 跟辐射检测报告 食药署曾经公告是征询业者意见 业者则是否认官说 只是提出建议 至于立委质疑 卫福部隐匿说谎 核灾驱食品2月4号 食药署检察员在海关就发现 口头上报没回应 2月16号基层人员公文通报 食药署案子却押到3月19号 才联合保期查契 食药署却在立法院说 是2月26号才发现 把这个言当隐秘的责任推给下属 然后谎称说这是廉价所以没处理 这是说谎的 要是查证不完整 就把它报告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对于民众 是一个不公平的 而且不真实的一个讯息 食药署强调查证清楚才会公布 推说边境查验人力才45人 明显不足 但是法官出漏洞 却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我们刚刚现场这个 争执不下 但是其实在我们在旁边听到 都觉得头皮发麻 我想观众朋友也是 因为不管这个两边 其实讲的是有很多共识的地方 也证明了 为什么会有这食安风暴报报不完呢 原来我们天天吃吃吃 这么容易就重重重 是因为应该很重要的食药署 卫福部根本是一个冷牙门 可能人力或是这个资金都不足 那标准定了这么的高 但是执行起来 结果大家都看到 执行的把关就是这么的松散 那么风暴这么的大 卫福部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有很多很多隐匿 是不是拖延 这个大家不知情通通吃下肚 这些关键字 您听到这熟悉在也不过了 到现在为止是办了一个小科员 这说得通吗 卫福部这什么心态啊 我跟你说 这种情况呢 其实已经不是只有一时了 而且它这跟蓝绿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一过大安息以南 你经常会接受到非常多的陈情 告诉你说农委会和卫福部里面 和许多的代理厂商是有勾结的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能问不下去了 而且勾结是什么 他们通常不愿意说的太明白 但是会告诉你说 哪些东西你千万不要吃 OK 我必须说 我必须说 这两年来 我在大安息以南 非常多相关的 跟这个业务有关的人士跟我说 欧老师 千万不能吃日本进口的水果 你可能会吃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在超市这些东西都看得到 都买得到的 对 我说不会吧 那个不是都标的很清楚吗 他说 哦 那我说 那这除非是有人勾结 而且是结构性的犯罪才有可能啊 他说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一直往上追哦 对 我一直往上追 追到因为台大系统 跟中心系统几乎是 我们国家的卫福食品 产生人才的主要核心嘛 对不对 主要是这几批人 所以我终于问到相关人士 以及他们的直接的学生 甚至是这些实验室出来 后来又良心 觉得不安 直接跳到别一行的人 说了 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两个集团 在做长期的把持 挺清楚 一两个集团在做长期的把持 而且换栏换绿都会一样 所以刚才事先议员也好 或者是我们江委员也好 其实都还是属于载心人后 很有良心的 因为他们一直在讨论人 你知道 人数的问题你知道吗 不是这个问题 是他有长期的结构性犯罪在里面 而且这个现在我们只是发现水果 对不对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已经在许多节目提醒过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台湾区里面 有多少小孩子吃的米有问题 是被换过的所谓学粮米 所以家长并不知道 什么叫学粮米 学粮米就是说我这个米本来应该吃 某种等级是比较好 可是他给你换的米 这个学粮米换的米是什么 是可以给猪吃的 而不是不该给小孩子的 对 营养午餐被吊包 有某些不是全部学校 所以这里面就分说 有某些小学或中学的家长 比较内行的 他就会去把关那些菜和米的来源 这我已经不是在第一次 在这样的节目里面说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包括水果都是 所以我们总有八种虫嘛 蛋虫 果虫 菜虫 米虫 各虫 这些虫都是跟农委会或者是卫福部 有结构性犯罪关系的 刚才本来啊 庆宜不念那段话还好 念了以后 就我就知道了 就是死地无银三百两 就告诉大家说 这里真的有犯罪之事实哦 不过呢 你们查不到 你那段话我帮你翻译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可是呢 他毕竟还是做了惩处了 对不对 好 不要难受 我跟你讲 那个惩处 一定惩处不到 那个最重要的 一定还有更上缘的 因为现在已经有各种人士 出来私下举证 他的犯罪已经一直到 这个国立大学的校园里面 请注意哦 这几所主要的食品法官呢 都是几所国立大学的教授 而且他们都有徒子徒孙往下发包 而且一直接到厂商 他们连通路通通是接好的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事情 而且刚刚你刚讲很多东西不能吃 欧老师一般再讲一下 哪些东西不能吃 你还听到什么 日本水果 我们爱吃 而且卖的特别贵 我跟你讲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三千多所的国中小 加起来是三千多所 对 有若干所的国小 至少是大概五分之一 的米可能要仔细验清楚 是第一 第二 五分之一量很大 他们的水果 分布在哪些县市 哦他是跳的 比如说新北 新北不会是全部的 他是有些你查不到的地方 你疏于记忆的地方 你记不记得一件事情 不过大概是四年前 新北有一群校长 集体被发现贪污 都是从吃的东西来 对不对 那吃东西已经够便宜 他怎么还能贪污呢 因为给租吃的就更便宜嘛 还有不该给人吃的就会更便宜嘛 那为什么会从日本那五个县进来呢 就是那个是根本就是日本人自己都知道不可以吃的 那他为啥把它弄进来 因为这样好赚钱 那怎么会能够进得来 那又这些食品系的这么重要教授 会不知道吗 不会不知道 因为我都先知道啊 因为他会先告诉我说 欧老师 我先跟你讲喔 那个不要吃喔 那个不要吃喔 这十五年来 以后听到在我们这边公布一下好不好 我比如说好了 有某一家的这个超商的面包 我已经被人家警告很多次了 绝对千万 百分之一千万不要给小孩子吃 你自己呢 年纪大了 偶尔吃一两个课也就算了 但是绝对不能长期吃 什么样的面包 就某一家超商 逆商吗 不能再讲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知道的人就知道说 那那个就千万不要买 同样的钱喔 好 那水果我也早就知道 我至少两年了 只要日本进来的 统统不要吃就对了 因为也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可是他混在一起 你搞不清楚 可是我们会觉得说 日本的超市 那不是东西都比较贵啊 我们应该是买的比较好啊 你知道吗 那个我昨天才从彰化那边得知 有人只从日本买水果吃 他不买 不吃台湾的 他是专门买比较贵的吃的 结果他不知道说 他吃到更有毒 因为他没有 那什么什么日本吃送都超贵的啊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消息是把握在 我说过的 就是大概两挂的食安专家的手上 他不是通过医生那个渠道的 那这个渠道呢 他们完全知晓 所以刚才庆益 你如果再把那个文字再念一次 他就告诉你蹊跷 那个蹊跷就说 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们很清楚 但是你查不到 事实上卫福部的可恶 恐怕也是真的有一句话 叫庆祝难说 刚才我们这个欧教授讲的内容 我们在对应时事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 还真是真的 来看一下 这是2013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 2015年 是不是就是真的有人把持 而且他们的SOP都一样 就是发生了之后呢 一定会先通知相关人等 然后再告诉大家 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当时毒淀粉的事情还记得吧 秦明非常喜欢吃 这个统一 7-11的那个甜不辣 有一天发现到 甜不辣没有了 接着没多久 毒淀粉就出来了 碰 统一的7-11 就是用了毒淀粉 为什么统一先知道 到现在还是一个世界之谜 因为没有人可以查 也没有人要去查 卫福部也不愿意查 媒体怎么说 他也不愿意 就一件事吗 其实没有 2013年10月6号是什么 是大同感染油 不存在的混油 记不记得 他拖了多久 我跟各位报告 这件事他拖了一年多才公布 而且里面还出现一个东西 叫做乌龙公文 公文不乌龙 这样一话你还记得吧 你跑不掉 可是当时也是我们在讲 卫福部科长何其多 受罚是两个科长 我们再去看 到2014年11月20号 这个件事最可恶 当时越南公文已经说了 大幸福进来的牛油 大幸福进来的猪油 大幸福进来的植物油 都是假油 但是其中大幸福牛油 就流进了统一等大食品 结果他几天才公布 经过了将近一个月才公布 就马上去查 剪掉就冲去统一 去敲那个油罐 用完了 全部进到你我的肚子 我再问一下卫福部 到现在你还没有跟我们说 为什么统一先知道 为什么统一用完之后 你才要公布 卫福部你这些有鬼的家伙 可恶 好 这样子结束了 没有卫福部没有结束 你看一定要是大台湾大学的教务 这个什么教务长 这么高学幅进到的这个将纲 也是一样烂 对不对 一样到你再去看 2014年11月17号 又是统一企业 那时候也是我们说大幸福的清单 现在来了 你是到底包庇哪个日本进口厂商 27天才公布 所以我们说一件事 卫福部的鬼还是何其多 我刚刚这一次听了觉得好悲观 刚刚听了欧老师的说法 我先补一句 刚刚见面有一句话是错的 他们烂不是因为进了政府才烂 他是在学校里面就烂了 特别是食品这些团队 他们在学票里面就已经形成官商的关系的那种结构 而且他们都知道怎么样会让人家咽不出来 这个是早知道的 比如说油的问题好了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哪些油有问题 那知道太慢了 当时油在制造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人家警告说 哪些油千万不能吃 你只能拿几类的油 否则你一定会出问题 怎么都没有人警告我 然后就说 所以你在外面吃对面菜的时候 如果他那个价格低的时候 他一定会用那个烂的油 所以那些你就也一定不能去吃 都已经早就已经互相告知了 而且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你说检调真的有人很努力去做 你刚才讲是卫福部家农委会 看到没有 检调看起来很大 十四路大搜索 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可以搜索 我记得这个节目一出来 当天我们在那个一起来翻转 就说检调呢 检调呢 就讲完第三天 检调才十四路大搜索 检调是怎样 是一定要我们吃到辐射油才开心吗 明玉 卫福部再加上农委会这样检调 我们台湾是怎样食品 就是我们是猪是不是 不过刚刚那个主持人讲说 这个卫福部营业27天才公布 日本辐射食品来台 事实上你要知道就是日本禁止辐射的这个食品来台 是这个法令已经公布了四年 那你说这怎么可能才隐匿27天 其实是四年 没有错 对那四年 那我们中间这四年多我们到底吃了什么呢 那刚刚大家在检讨说这个是不是换标签的问题 可是我要跟各位观众讲 今天这个报纸出来才恐怖了 日本的这个旧核灾区十八个食品 你没有改标照样给你进国门 哎呦这次有改标 但是连标都不改了 连标不改 然后都还都还可以这样进国门 所以这根本现在已经不是不是标签不标签的问题 是边境管理是出了问题 而且那个这个好笑是说 这边还写说彰化县卫生局还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通过我国的报官检验 没改标照样进国门 彰化县卫生局跟我们讲说他百思不得其解 我告诉你们 我们才百思不得其解 那照刚刚这个议员也这样讲说 现在卫生卫福部的食药署有一万两千七百七十八人 有这么多人 你加了这么多人 当然了刚刚那个委员也有讲说 他这个很多是用在这个社服的部门 可是大家都知道说民以食为天 大家最重视的就是这个食品的问题 结果你现在既然你这样子 没有改标大拉拉的进国门 你告诉我你查不出来 然后现在政府全部通通都可以给厂商 毛治国系什么都可以给厂商 你什么三老鼠有问题 也是厂商的问题 然后什么通通都是厂商的问题 然后因为他觉得说你厂商要自主管理 然后相信所有厂商都是好的 那坦白讲我厂商全部自主管理 那我要养你那么多官员要干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更不可思议是说 我们从这几年看下来 这个政府对于这个卫生的这个把关 根本就是坦白讲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完全是拿不出方法来 我们以最简单的是说 你那个牛肉进口 代骨牛肉进口的进来 发现有问题之后 他就跟你讲说 好我现在牛肉进口我要用标示 你先去这个店里看 他会告诉你这是澳洲牛肉进口 是美国牛肉进口 那结果后来你去 你后来还要靠民众检举 才知道说这是拼装肉 你有这个标示根本就没有用嘛 那再来我们说塑化自己的问题 塑化自己的问题 那政府开始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他跟你讲说 我现在要强化食品 你刚才讲的事情我越讲 我越觉得恐怖 像欧教授所说的事情 委员你有听到吗 那你要加人 欧教授刚才讲的事情 是从大学的这个中心大学 跟台大校园的食品性 烂到了农委会跟这个卫福部 这是真的吗 不过我们特别要讲说 有关于食品安全的部分 他的确是要需要这个各个学校的专业人才 那这个专业人才的部分呢 究竟呢 有没有像欧老师这样所启动的 我们没有说全部啦 他这里面是局部的人 对那你说局部的人 当然这个部分呢 我记得在去年前年呢 多少委员也有在咨询台上这样子说 但是呢 有人质疑吗 有人质疑 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指涉 找不到证据 要不你起码就是说 你要是有个资法 你起码说不就僵插针啊 譬如说这个欧凯插针啊 对啊之类的 但是也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 我们希望说这个东西 有 那真的太可怕了 从学校那也就开始 从根烂起 这太可怕 当然是不足取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也认为说这个部分 既然这么已经这么明确 说是有两个系统 那这两个系统 我们也希望说 两年前我们在未然委员会的质询当中 就有委员提出来了 特征组赶快传唤我 我就可以讲 可是从来就没有 欧老师对特征组反话 你刚刚讲的很明确 我们也不用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节目上讲 事实上呢 如果老师你相信我的话 把名单给我 我一定会在未然委员会当中 好好的去问清楚 问明白 因为起码在质询的时候 我们委员本来就 议员也一样 有所谓的免责权嘛 纵使没有免责权 为了国人的安全 我都愿意去质询 欧老师你就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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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老师你就要道理 我都要问一下小婷姻 石安可以烂到根 烂到学校吗 进行广告 年开始有这个所谓的 卫生署长从叶金川时代 开始有这个食药处之后 其实人力就一直框在那边 然后我们的政府组织 在照的时候 大的部位早就把人 通通框走了 钱也框掉了 这不是政府该负责 这个量是不应该的 你这样讲我觉得又可怕了 你为什么可怕在什么地方呢 以前在阿典时代 李登卫时代人数就这么少 好像也没有这么多食药 食安问题 可是奇怪了 就在这边一样人数这么少 食安问题都爆出来 这到底是因为你的把关不利 还是人数不够 等我们来继续追踪 问题是越点越大 来再看一下 蒋炳皇说不排除日本 打贴标签 日本马上打巴掌说 我们怎么敢贴标签 到底是哪个政府是对的 我们进一下广告